美中两国财政部官员五日起在北京举行经济会谈 这是经济工作小组首次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谈 针对中国的补贴问题以及电动汽车税收等经济一起进行坦诚对话 美国财政部官员五日向美国之音证实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夏包 率领的一个五人代表团自2月5日至6日 在北京与中国财政部的官员举行美中经济工作小组会谈 这也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为加强高层沟通而展开的最新议论接触 就是这个工作小组在去年9月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会议 也是工作小组首次在北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说 在美中经济工作组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美方计划针对宏观经济发展 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 以及美中经济关系的性质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会谈 夏包2023年7月在向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的政策中层表示 美中之间其意包括美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反对 以及北京政府提供过多支持 导致美国企业处于竞争虐视 另预计美中经济工作小组会议将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访中做铺路 叶伦先前表示他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再次访问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